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戏里 肖敬腾饰演自美学城返台的心理师 因在西门挺职业意外撞鬼 而开启为鬼魂做资商之路 角色除了要展现资商专业 施展催眠等桥段 剧中也有许多情感浓烈 痛苦崩溃的演出 角色极具挑战性 魂球西门预告片亮点还包括今年夺下金马影后的谢银轩参与演出 剧中她饰演一名被流氓鬼附身的珠宝电厂 是首名让肖敬腾饰演的魏松颜相信有鬼 并重燃主角对于资商热情的关键人物 另外还有蓝伟华 喜翔饰演黑道亲兄弟 蕭敬腾表示 身边也有朋友从事心理师工作 坦言心理医师也是人 会有情绪 因此在揣摩角色时 尽可能推翻人们对心理师的刻板印象 并从角色的核心精神出发 令粉丝们都大喊兴奋 只让超期待明年2月影集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